我剛才把我請勿以年輕人的前途作政治本錢的視頻放到我同學群組裏 我黃絲同學有個反應 我讀一讀 他說 香港有一個地區叫做堅利地城 雙遂同學以前居住那裏 到這一刻還不知道今次社會運動主要的參與者是年輕人 依然不相信整個運動沒有大台 個別事件有人策劃是有的 或者可以賭轉思維 找什麼年輕人願意犧牲前途付出代價 這不大仍要出來抗爭 問得多好 先解釋一下 第一 堅利地城 我當年在香港大學讀書時 我住在西環 我住在香港大學的地方 但只有一段短時間 我工作幾年 剛才出來工作幾年 我工作了五六年 我不算堅離地城的市民 對那裏沒有特別的歸屬感 也跟那裏的居民之類沒有交往 所以我寄居在那裏幾年 我讀我的大學 第二就是 知不知道今次這個社會運動 主要的參與者是年輕人 我知道現在被捕人士之中 有六千多人被捕 中間大約有四成多是學生 這個我知道 學生當然是年輕人 所以我知道 第二 有沒有大台 我相信是沒有大台 不相信 我絕對不相信這個沒有大台 後面那個台大得很重要 大得很重要 你只是不肯相信後面有個大台 不是我不肯相信沒有大台 然後我再回答他 直接回答他 然後再說我的看法 倒反過來想想 為什麼年輕人願意犧牲前途 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來抗爭 這個我是非常想知道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今天在犧牲自己的前途 犧牲700萬香港人的前途 在這樣破壞香港 我真的好想知道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就是這樣 從已經知道的數字來講 被捕那裡 好像有六十至七十名是教師 而在被捕學生之中 分佈在香港大約三百間中學 在中大 在前一段時間 亦都淪為香港暴動業的冰工廠 大量的大學裡面的化學實驗室的危險性的化學品被盜 亦都見到他們裡面 好像冰工廠一樣 有系統地製造 汽油彈 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另外 在浸大事件裡面 同樣 浸大 警察是並沒有進攻進入浸大 所以浸大裡面的所有破壞 不是警方所造成 而是那些暴徒在校內破壞 同樣 中文大學的破壞 亦都不是警方或者政府進去破壞 而是在中文大學裡面 佔領大學的暴徒所破壞 我都很想知道為什麼年輕人會這樣把自己的家破壞 包括了很多大學 我們都知道早前 香港的大學學生會組成了一個訪問團 去了台灣 要求台灣訂立一個緊急化之類的東西 難民法 方便香港的暴徒 可以從香港逃難逃到台灣 現在也知道 蔡英文政府一口否決 她認為目前台灣和香港等地方的法例已經足夠了 她也明文講明 所有想移民台灣的人士 必須得到原地方政府或警察所獲出的所謂良民證 換句話 亦都是要無犯罪紀錄 換言之 這些暴徒 當他們被捕 如果亦都被定罪的話 他們是沒有機會再去台灣移民的 台灣已經和他們關門了 同一理由 我不相信美國或英國會對這幫暴徒開門 換句話說 現在這幫暴徒是的的確確地 是自毀前途 是自毀前途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很想知道 在一個學校裡面 學校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教導一個 將來會奉公守法的公民 很明顯 今天的學校 做不到這個最基本的要求 在學校裡面 沒有辦法教導一些學生 是懂得奉公守法 坐在哪裡 當然不只是學校 整個香港社會的氛圍都有關係 今天的香港 包括香港電台 所有的報導都非常偏頗 是簡來播 折頭折尾來播 是嚴重地摸黑 擁有香港的中國 嚴重地摸黑 為香港市民維持秩序的香港警察 而竟然這些電台 會受到 所謂香港市民的支持 香港市民看 一些水果報紙 當裡面說的話 全部是真的 竟然可以相信 8月31日 在太子站有死人 竟然可以相信 被一些不知不明的看 很可能 是一顆降珠 打爆眼的那個女士 是警察可以在她背後 覺得 布袋板 可以繞一個圈 射中她前面 她面上的眼睛 這樣仍然有人相信 那個在荃灣 被警察開槍 擊中 心臟以上 或者肩部 那個學生 學生 當時的警察 根本無可能知道 那個是學生 這個 暴徒當時拿著 一支白色的東西 也有同學 有人說 這支白色的東西 是一條膠水喉 但是 我已經有證據證明 那個不是 我們聽到 這條 所謂白色的膠水喉 跌落 石屎地下的聲音 是一個金屬 跌落石屎地下的聲音 而這個片段 不是我拍的 這個片段 是來自 浸大的 只是 他當時 現場拍了之後 我聽到 這個聲音 把這個聲音 拿出來 給大家分析清楚 這個暴徒 手上拿著那個 是 一支 金屬的 白色的金屬棒 而 仍然有人 會支持暴徒 找磚 釘射羅伯 強硬說 羅伯是被 後面的人打傷 鏡頭用得很好 在後面拍過來 似乎有一個 穿裙的女士 扔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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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高空鏡頭 我們看到 那個女士扔磚頭 的方向 和 蘿蔔被人擊中的地方 是完全不符合的 也都有人支持 暴徒 在人身上 臨 二言液體 然後點著 他 還竟然有KOL 說這個是特技 為什麼香港人會變成這樣 我真的很想知道 香港人的道德去了哪裡 幾所不辱 物施於人 一個這麼簡單的道理 都竟然不懂 竟然不能夠接受 現在那些所謂暴徒 口口聲聲說要民主自由 但是 她的民主就是 你不同意她的做法 她是打你 你不同意她的說法 她是打你 她是可以很自由地 破壞香港的建設 這叫自由 我不見得 這樣是幫助香港 我真的很不明白 這個同學問得很對 為什麼香港的年輕人 會這麼沒有腦 不想一想自己的前途 不想一想香港的前途 要盲目地 將民主等同於好政府 好政府和民主是沒有必然關係 自由 不是指你可以任意打其他市民 自由永遠是在一個 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行使你的自由 你的自由 絕對不包括傷害他人的利益 但是不知為什麼 這麼多年輕人 這麼簡單的道理 都不明白 要我不停地重複 仍然都沒有辦法聽得懂 到底我說話 差 還是你的思想有問題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 這麼多年輕人 不是犧牲自己 而是 往往這樣 冤枉地 將自己一生 給一些正棍 作為他們的政治籌碼 做炮灰 為什麼你們肯做炮灰 你的腦去哪裏 我真的很想知道 希望有朋友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會搞成這樣 學校出問題 傳媒出問題 因為家庭教育出問題 因為國人教育出問題 為什麼香港人 會沒有良知 你肯接受 那些暴徒到處行風作惡 就算 警察 施暴 這個不是 你對其他 市民施暴的理由 就算警察 濫暴 也都不是 你對其他市民施暴的理由 警察 他們有他們的 紀律 處分 有他們的監察機構 他們犯了事 我很相信 那監察機構 會發揮到 他應有的作用 如果發揮不到的話 大家是應該爭取 進入這個監察機構去 幫助監察 而不是破壞香港 而不是打其他市民 這樣都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會不明白 幾所不辱 密施於人 很簡單的道理 這八個字 為什麼這麼難明白呢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 不是 是 我相信 我們是 這件事 這件事 感谢观看